这场比赛亚太高协强调团队荣誉 比赛重点不再胜利 而是发现明日之星的潜力 也因此大会于赛事期间安排多场教学营 内容包括高尔夫规则 心态 训练等课程 希望能让选手们学习更多元的高尔夫观念 而所有的参赛选手 领队 教练也都参加 大会及承办的阳神球场对比赛非常重视 赛前有裁判会议以及领队会议 而为了提供选手最佳的比赛环境 阳神球场也特地于赛事期间进行全面逢场 对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比赛 不光只是比赛而已 特别是在整个主办单位阳神高尔夫球场这边 也安排了很多的教学课程 对 也聘请了很多有名的教练 就是来打比赛的选手 他们其实不光只是比赛 还附加了很多 让他们可以很多收获的教学课程在里面 对 这就是我想小孩子跟小孩子的比赛嘛 他们英雄什么比赛嘛 比赛以后在练习场方面呢 有教练可以交流 互相交流 国际性的交流 小孩子可以在练习的交流 所以必须要有这种活动会比较好 不是很枯燥的打完比赛都没有了 这个让他们有更深刻的印象 在养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啊 我觉得这个特别安排的课程 我相信对于青少年选手的帮助人非常的大啦 对不对 因为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 也可以跟包括一些教练 资深的教练 特别聘请来这些课程里面做一些检讨 能够借由比赛马上就可以检讨自己一些缺失 可能隔天还有比赛 就马上的来改进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些帮助吧 对 这个很好 非常好 那其实呢 在之前许董事长 也有上我们热血运动文节目 也特别提到了高福球协会的 九九栽培计划 这个栽培计划呢 其实是一个长城的 一个远程的一些目标 那其中对于青少年高球选手的一个 培训 培养 就有很大很大一个琢磨 在这个九九栽培计划里面 那像这个 包括亚太青少年锦标赛也是等于是在这个 整个的计划的一环当中 这样子啊 什么叫九九 这个长久长久 不要断掉 是 所以我二十几年来开业二十五年了 这二十几年来我都是持续在做 我认为这个是一直在讲说 球长也好 做这个软体的训练他们也好 协助他们也好 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环 那所以我把它长久的久把它改为九九 九九 不要一百也要九十九 小孩子呢 那就像今年我派他们教练团 要带他们小孩子到美国 出嫁 带他们去跟人家竞技 就出嫁期间几乎每个礼拜都在比赛 让他们跟国际交流有比赛经验 他们才会进步的 这个我听下来又觉得很佩服了 因为特别又派教练带小朋友去美国 这也要花一笔钱了 对不对 但许董你就是这样无怨无悔的付出 我把信用卡的付卡给这个 带他们去的教练 曾经我没有跟太太讲 结果太太说 他说我的信用卡被倒刷了 结果是不是的 都是小孩子用掉的 喔 许董把自己信用卡的付卡 交给教练带去美国 哇 那个小朋友啊 选手们需要哪些支出 没关系 你就录下 卡就刷下去 他们去要包括飞机票啊 吃啊 住啊 交通会啊 打球啊 教练有很多 很厉害啊 但是不过那个 对一般这个企业界来讲 不只是我所有的 那是很小的事情 只是你有没有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有的企业也占助其他的运动啊 不是说没有 但是我因为是高富人 我比较着重的这一块 很多人都在做这种善事啊 或什么慈善啊 或是捐助啊 但是我比较乐意这块 这真的就像是有没有心啊 真的是 许董是非常非常有心啊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些企业 可能他就直接用赞助的方式 就直接赞助一些出名的 成名的 已经有成绩的高球选手 可是徐董是着重在培训 培育年轻的 小朋友这部分耶 为什么徐董会特别想要 着重在培育培训的这一个部分 又回戈到以前 我家里相当贫穷 就是有人借我老爸那个三百块嘛 我心里上的感恩 包括他子孙 我都应该感谢他嘛 不是吗 那既然你已经职业选手会赚钱了 有很好的收入了 就不需要这个锯上添花 我们是希望从零 他们不会 因为我们愿意给你 叫你来起来 那就是万一 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成功 万一你不成功 你也可以在高呼的领域里面 有职场 给你很好的职场 你在杨胜上班 你在别的地方上班 我们都非常喜欢看到你 是一个规矩的人 规矩的小孩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 是这样一个想法 就许董出发点在这边 对 希望能够从你个人自身的经验 对一种感念感恩的这种出发点 对 那尤其我比较喜欢 现在已经没有贫穷了 低收入的家庭的小孩 这个我比较喜欢 我也曾经 现在还在 为了要给他们一个荣誉感 有一个目标 一个责任感 那因为在我这里训练 比军队还远 早上五点就是五点 九岁八岁十岁的小孩 要慢跑三千多公尺 那是很苦的 苦闷的 那为了给他们 有一种感觉 常常提醒他们 你不能用一个人 天天告诉他们嘛 所以我请一个 制作曲的作曲家 天文做了一条光荣之路 那这光荣之路 我觉得做得很好 那就告诉他们 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音乐 来告诉他们 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要忍受的是什么 比如离乡必顶 忍受得早上起来 别人是可以睡到七点八点 我为什么那么早起来 你觉得有原因呢 不是嘛 那你就是要付出那些 将来是 你可以想说 我昨天也跟 林杰恩啊 洪诺华这几个 他们讲 那我说你 将来有一天 你就会知道 老板跟你讲的话 是很重要的 那刚才你问我说 职业选手 其实 这个 现在的谢继贤 这个李介博 李介博 他们现在打得也不错 在国际比赛 当他们开始 我要给他们去 国际舞台去打职业 可以有好的收入的时候 开始他们是很苦的 我曾经看比赛的拳头到这里来 外国选手 他们比赛不一定演啊 那贵机票很贵啊 赐助没有办法的啦 所以不是职业选手 开始就可以有好的收入 毕竟开始的一年两年以内 他们还是很苦 所以那些选手到台湾来的时候 在我这里 连吃的东西都不敢吃 只要换日酱油什么的 我都看得很可怜 所以我让他们去的时候 我帮助他们一年两年 我说你就是要 后面就是要靠自己 前面我来培养 后面我再来培养 像李介博呢 他今年是第二年了 打职业 第一年 那几乎他的费用都是我在去 他在国外的所有的 包括台湾 我还请了一个教练 一个月大概 一年大概两百万左右嘛 那让他陪着他 因为第一年他比较 没有那个胆量嘛 让他去 有人带的会比较好 那样 但是我不能 全部就是给这个职业选手 职业选手应该靠自己去赚钱 而不是一直在帮助他 我也比较不喜欢锦上天花 我喜欢是比较需要的 来帮助他们 现在国民小学 我也赞助小学啊 这次我也赞助他们 几千件的衣服 不过许董真的很贴心 就是很细心的去想 不会说 他已经成为职业选手了 然后就完全 你很厉害啊 就完全不管他了 而且 许董会去 去先想到说 可能刚当职业选手的第一年 甚至第二年 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对 所以还是会继续的 继续的先照顾他们 我觉得这方面的细心 很多人是想不到的啦 当然 如果他家境可以的话 我是不会赞助他的 你既然好了 为什么要赞助他 所以 很多人就说 他打得很好了 我世界第几名嘛 都要赞助他 我不觉得 所以就是 我不喜欢这样做 我喜欢那个 比较不好的 没有机会的 这样子比较好 好 那跟这个许董事长呢 谈到这边呢 真的可以了解到 去DNA董事长 他对于 台湾高球界的 一些苦心 那特别是在于 着墨于 培训 台湾年轻选手的 这个部分 我们先请观众朋友 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热情运动魂 2016 亚太青少年 对际锦标赛 8月23到8月25 就在阳升 邀您来观赛 结束 五公里